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49天数算厄眉 经历生命的蜕变与成长 今天要来分享第一周的第四天 要如何数算厄眉 欢迎与我们联络 联取每一天如何数算厄眉的资料 我们的website是shalomsharen.com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49天数算厄眉 是邀请我们进入人类心灵深处的旅程 人具有七种基本情感属性 也正是这些情感属性的扭曲 构成人类所有形式浪移的根源 从约约节到五旬节之间的七周中的每一周 都专注于省察和完善 其中的一种情感属性 七种情感属性 第一周要专注于慈爱 第四天 第四天 专注于忍耐和得胜 第四天数算厄眉专注于Nessa of Hesse 是忍耐得胜的爱 Nessa这个希伯来文的 从词根上能看到它有永恒 征服与得胜的意思 Nessa表示支配通过无限的给予 表达慈爱的眼神 Nessa在希伯来文也包含了许多的含义 第一个是得胜 表达在关系中的主动和超越 第二个是永恒 表达持久的爱的关系 第三个是乐队指挥 表达在关系中的控制通关局面 在各种关系中 有征战就要占据主动得胜超越 永恒意味着坚持 爱的表达是一种艺术 指挥表达有能力控制通关各种复杂的情况 在谈论了无界限的慈爱和约束 克制的爱之后 第三种情感属性是Tifera 它平衡协调慈爱和约束的爱 这两个极端的情绪 第四种情感属性是Nessa 专注于各种关系中是否能够持久 如何表达爱 如何在面临冲突和挑战中 占据主动超越得胜 如何像乐队指挥一样 控制和通关 复杂的局面是关系成功的关键 以保持持久的爱的关系 爱是一门艺术 如何表达爱是持久的爱的关键 有人说他爱鱼 he loves fish 既然他爱为什么要吃鱼呢 因为他只是爱鱼的鲜美 和享受吃鱼的快乐 他不是真正爱鱼 同样当你向你所爱的人表达 我爱你 I love you 你也许爱他的外表金钱和名誉 因为如果他失去这些 你就可能不爱了 因为爱就有可能不爱 所以你的表达应该是 你是我所爱的 You I love 这样无论他失去什么 会有什么变化 你的爱不会因此改变 爱是持久忍耐 爱需要那种能力 来表达和富有行动 比如说有个太太在家中 做了一顿美味的晚餐 先生不但要赞美 而且要主动洗碗 倒垃圾来表达 对太太的爱 或是买一束花 一些他喜欢的零食 当关系面临冲突和挑战时 何时主动表达 何时给予对方时间 超越事情的表面 得到根本的解决 关系才能得到持久和稳固 祷告和默想之后 今天问自己的问题是 我的爱持久吗 在各种关系中 能经得起挑战和挫折吗 人生的旅程起起落落 我准备好为我所拥有的爱 做些什么呢 我有能力和勇气表达爱吗 我表达爱的方式是什么呢 第四天如何数算厄美儿的操练时 在你送读数算厄美儿的祷告文之后 开始默想 选择一个你身边所爱的人 比如说你的孩子或者配偶 写下一个清单 为他做一些事情 来表达你的爱 买份礼物 写一封信 做一件对方特别在意的事情 只有真实的操练 你才能够成长 成为你的生活方式 现在我们要如何数算厄美儿呢 现在我们数算厄美儿 也不再使用一捆新鲜的大麦 而在每天日落以后 就是一天的开始 借着送读数算厄美儿的祷告文 来数算厄美儿 每一天在日落后 晚上要站着开始送读祷告文 主我们的神宇宙的君王 是应当称颂的 他用自己的诫命 使我们成神 命令我们数算厄美儿 今天是数算厄美儿的第四天 愿耶和华恩待我们 赐福我们 愿耶和华的荣光 永远光照我们 使我们的道路 为世人所知 我们的救恩在万国中被显明 神啊列国要赞美你 万民要称颂你 万国要欢呼赞美 因为你将公正的审判万民 并永远赢到地上的万国 神啊万民要赞美你 列国都要来称颂你 因为大地已经出产了 我们的神会赐福给我们 神会祝福我们 从世界最远的角落开始 所有人都将敬畏 以你丰盛的良善 引导你的百姓 独一的圣者 祈求你转向你的百姓 他们记得你的圣洁 祈求你接受我们的祷告 聆听我们的呼求 你知道我们最深处的思想 愿你国度的荣耀之名 存到永永远远 主我们的神宇宙的王 以透过摩西 命令我们数算厄美 以竭尽我们的邪恶和不解 正如你在陀拉中所说的 从安息日的次日起 从你带来厄美 最为遥记的那一天起 你要为自己数算 数算将持续整整七周 直到第七周后的第二天 攻击五十天 这样你百姓的灵魂 就可以得到 竭尽脱离他们的误会 因此主我们的神 愿这是你的旨意 在我今天数算厄美的德行中 我的过犯得以更真 我将得以竭尽 并超然的圣洁成神 愿如此丰富的恩惠 赐予世上所有的人 愿透过数算厄美 将我每一天在关系中的 持久得胜和爱的表达和行动方面 所有的过犯和缺失得着旧正 我的灵魂得着提升 一里超凡的圣洁 竭尽我和使我成神 阿们 愿神祝福你们在四十九天 数算厄美中经历生命的改变 请联络我们 领取每天如何数算厄美的资料 我们的website是 ShalomSharing.com 一起学习一起称赞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